我覺得現在的科技應該是服務人類的 所以服務人類當然就包括服務我們表演藝術 視覺藝術還有生活藝術 所以怎麼樣融入 大家知道它應該融入我們的生活 融入我們的表演術 融入我們的視覺 可是要怎麼做其實是最難的 所以我們這一次是把它付諸於實踐去執行 然後當然在整個的過程中我們有很大的困難 但是因為我們每個人每一位藝術家 都有這樣的熱情跟這樣的一個想法 所以我們不計時間然後不計成本 大家就窩在我們那個劇場一起尋求答案 是這個樣子我們才能夠一路走出去一路走上國際 所以我一直在想因為本來這一次呈現出來的這個結果 是我在我想像裡面是應該這樣做 可是應該這樣做到執行的過程當中發生很多的我所沒有想到的困難 所以一路要把困難解決走到今天 說實在我自己是非常的激動 一路的創作就是不斷的實驗 那你們問我我失敗過嗎 我失敗過很多次 可是我從來都沒有沮喪過 而且我試每次的失敗 能夠給我很多的這個啟示 讓我能夠更向前走 所以我做完路 我以後要做什麼 我會坐下來想 我會有不同的想法 我還會去追求 那這個大概就是人生 快樂的人生 謝謝